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影片教学系统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是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分和 罗冠中的三国演义中提到 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分分合合的历史 或许就像逝去的东流水 一去不复返 但是多少的英雄血泪 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我们今天的学习重点 要来讨论魏晋南北朝时代 政治分和的过程 上一章节我们提到东汉的衰亡 是因为朝廷内 外妻与宦官互相争权 导致朝政败坏 百姓民不聊生 因而爆发黄金之乱 为了平定黄金之乱 却形成降临勇兵制重的局面 而外妻与宦官的争权 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外妻合进密谋袁绍 招董卓进入后宫 诱杀宦官 董卓入宫后 不但杀了宦官 也把原来的少帝 流变废掉 改立流血为皇帝 原来混乱的局面 更是火上加油 此时的东汉政权 已经名存实亡 也揭开了三国历史的序幕 在这一场混战中 谁能逐入中原 曹操、刘备与孙权 为何形成三方顶竹的势力呢? 曹操收编地方的黄金军 把青壮者组成青州兵 加上当时华北有许多无主荒田 加上大量流民 曹操编辑流民 进行屯田耕种 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加上他迎现地道许昌 辖天子以令诸侯 逐渐控制北方 曹操逐久论英雄 为何认为刘备是唯一 能与他匹敌的人呢? 刘备具有人意之君的特质 他广结英雄豪杰 刘备囤住心也时 听从徐述的建议 三顾茅庐 到龙中拜访诸葛亮 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天下大事 提出取荆州与益州 形成顶足天下的态势 进而图取中原 曹操曾说 生子当如孙中谋 孙权在本身的支持与努力下 加上父兄孙坚 与孙侧所建立的基础 他听从鲁树的建议 认为汉室不可复兴 曹操短期内无法除去 所以先求立足江东 以分天下 东汉县帝建安13年 曹操率领30万大军南下 与孙权刘备的5万联军 大战于赤壁 曹操因为不习水战 孙刘联军采用火攻突袭 导致曹操大败 赤壁之战 殿下了日后 鼠、魏、吾 三国鼎立的局面 曹操专权朝政18年 汉县帝形同傀儡 曹操一直苦于风险症 时常头痛 必须仰赖华陀替他针灸 华陀告诉曹操 必须进行开颅手术 取出风险 才能根治 曹操因为猜忌 而杀害华陀 曹操去世后 由儿子曹批 胁迫汉县帝善让 创汉致力 建国好卫 又称曹卫 至此 历时190年的东汉 正式结束 三国时代的卫国 也正式建立 刘备 刘备因为是汉井帝的后裔 主张复兴汉士 因此建国号汉 又称属汉 孙权也接着称帝 建国号吴 又称为孙吴 是为吴大帝 刘备为了报关羽之仇 始于白帝城 他过世之前 把复兴汉士 辅佐刘善的责任 交给诸葛亮 刘备死后 诸葛亮为了完成 刘备的嘱托 六次北发朝位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并始于五丈元 真正做到如后出师表中所说 鞠躬尽瘁 始而后矣 诸葛亮死后 史玛昭派兵公署 后主刘善出降 蜀汉被朝位所灭 朝位被司马炎所窜 改国号为禁 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明帝史前 交代宗士曹爽和司马懿 共同辅佐魏少帝朝方 司马懿发动政变 杀曹爽 司马家族专善朝政 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就是出自朝毛口中 年纪轻轻的朝毛 看不惯司马家的专善 率三百工人 对抗司马昭 最后死于刀下 西元两百六十五年 司马昭死后 他的儿子司马炎 废掉魏元帝 建国号靖 能定都洛阳 视为靖武帝 靖武帝派兵攻打孙吾 孙昊投降 看到这里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朝魏的建国者是 曹丕 蜀汉的建国者是 刘备 孙吴的建国者是 孙权 王国顺序呢 最早的是 蜀汉 接着是 接着是 朝魏 最晚的是 孙吴 你答对了吗 金武帝靠 父主的避应 而得到天下 司马炎本人一当上皇帝 就极尽挥霍之能事 加上他大势分封中式为王 后来到了 惠帝时 爆发了骨肉香肠的巴王之乱 惠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呢 据说惠帝在一次听取大臣 承报民间 饥荒时 竟然脱口说出 何不失肉迷 这句不知民间几股的话 惠帝的愚昧 导致甲后与外妻杨俊互相争权 甲后借刀杀人 利用诸王来夺权 最后导致诸王互相残杀 政局动荡 最后东海王司马岳专善 惠帝被毒死 结束了巴王之乱 此时西晋国家元气大商 给予境内胡族起兵叛境的机会 而胡族为何居住在汉族境内呢 原来是两汉时代开始 原先居住在塞外的胡人 逐渐迁往中国的边境地区 与汉人混居 因为生活习惯与汉人不同 加上地方官的歧视 胡人长期遭受汉人不平等的对待 胡汉冲突经常发生 因此当汉人势力衰微时 胡人便趁机起兵叛变 晋怀帝永迦五年 匈奴攻破洛阳 晋怀帝被俘 史称永迦之祸 西晋中士司马业在长安继位 是为晋敏帝 在建兴四年 匈奴人再度攻陷长安 晋敏帝被俘 西晋灭亡 在永迦之祸后 北方湖竹纷纷建国 形成五湖十六国的分乱局面 五湖十六国只是一个概略的称呼 除五湖之外 也包括汉人 所建立的政权 其中比较重要的 有十六国 狼爷王司马瑞在健康即位 东晋建立 东晋立国之初 政治威望不高 朝政由世家 大族把持 尤其是王谢两家 影响力最大 东晋初期 使马氏重用王氏家族 当时王岛居中领导朝政 王敦在外独善军权 因此有王与马 共天下这一说法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显现出东晋皇帝 自身实力不足 皇位容易被全臣所窥视 刘豫因为战功标柄 握有十权 进而窜东晋改国号为宋 与之后依序建立的 齐梁臣 合称为南朝 孙吾东晋 宋其梁臣 因为都定督在健康 因此合称为六朝 开启了中国南方政权的新局面 梁武帝是南朝颇为好佛的皇帝 他曾经四次舍身同太室 让群臣花费大笔金钱将皇帝赎身而回 禅宗菩提达摩在南北朝时期来中国洪传佛法 曾与梁武帝宵演会面 但因理念不合 话不投机 最后离开南梁 得去松山少林市 梁武帝主政期间 首都建康一帝就建有佛士五百所 生泥十多万人 我们由杜牧的失踪 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盛况 十六国后期 先被族拓跋式建立北魏政权 到太武帝时 北魏消灭北方各国 统一北方 结束十六国纷争的时代 传到了孝文帝时 受祖母冯太后的影响 进行汉化政策 想一想 为什么孝文帝要进行汉化政策呢 当时的北魏消文帝 是有一统天下的企图心哦 首先 他将首都从平城迁都到洛阳 想一想 如果我们将首都迁到台中 你的想法是如何呢 相信有一些同学是支持的 也有一些同学是反对的 全面改革鲜卑的救赎 北魏消文帝 主张尽穿胡服 改穿汉服 尽说胡语 改说汉语 改胡姓为汉姓 鼓励胡汉通婚 所以北魏消文帝叫拓跋红 在汉化运动后就叫做什么呢 圆红 北魏消文帝 北魏消文帝的汉化政策 引起部分鲜卑贵族不满 加上镇守北江六镇军官被排斥于门阀之外 试境困难 最后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政权因此落在出身六镇军人的手中 分列为东魏与西魏 东魏被全城高欢所控制 西魏被全城宇文泰所掌控 宇文泰重用汉人士族并进行改革 国势逐渐强大 高欢的儿子高杨串位 改国号为齐 史称北齐 宇文爵串西位 改国号为周 史称北周 北齐的名人 蓝陵王高长公 据说因为长得太俊美了 对敌人没有威吓作用 因此每次出战都会戴着面具 蓝陵王因为功高震主被杀 北周在宇文雍的历经图治下日益强大 最后北周灭掉北齐 北周传道禁地时 外齐杨坚 以外公身份串北周 改国号为随 结束了北朝的纷扰局面 此时的陈朝继位者陈淑宝 众酒享乐 沉迷于宠妃张丽华的温柔乡中 最后被随派大军灭成 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再度统一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湖汉融合 将会为水塘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 记得多阅读 多思考 不要忘了做练习题哦 欢迎讨论 下部门 未经讨论 请不回答 这次温柔转 gentleman 改行 秦江 我 感谢观看